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我该怎么办 妈 我回来了 殷杰 妈有事想跟你说 什么 你觉得雪芹这个女孩子怎么样啊 雪芹挺好的 妈 我和小夏的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你快去和左叔叔说清楚吧 郊区的空气就是好 早就应该来这里多住两天了 谢谢你带我来这里 怎么样 这里总比你待在办公室要强多了吧 每天工作繁忙 压得自己快喘不过气来了 真是我 你呀 总是那么操心 抽搐一两天时间总是会有的 再说了 有什么问题 电话 网络都可以沟通 什么事也不会耽误 也是 怎么都没有听你提起过你家人 我父亲在去世了 我父亲在去世了 真不好意思 没关系 生老病死 远至长情 不说这个了 走 咱们去那边看看 彩虹岛 彩虹岛 新世界 将推翻彩虹岛原有的场景画面 及职业基调 以游戏中女主角爱丽丝被魔王打败后 为故事起点 引出爱丽亚斯大陆中觉醒的勇士 城市变成了废墟 家园变成了战场 彩虹岛大陆四分五分 形成了全新的世界乐趣 彩虹岛新世界 将推出十二款全新附属职业 十余种全新系统 颠覆传统网游模式 画面清新可爱 将定位成 及时尚 休闲 娱乐 为一体的前瞻性二D网游 所有的玩家呢 都能以全新的方式 感受全新的游戏体验 小学 你去哪儿 我家 难得下班早 这么说 你没有别的安排 我 想请你帮个忙 你好 打扰一下 来 麻烦你帮我投下这个表 小姐 我帮你提供你的表 好不好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都挺好了不得这样 挺好了 来 把这个给我吧 走吧 居然有女孩喜欢 玩我们男孩的游戏啊 看 咱们公司的游戏 还是挺受欢迎的吧 终于跑了十个网吧 够了吧 够了 这样的调查 均准度只能达到百分之七十 像这样的反客信息呢 也是最真实 最全面的 我像看出来了 你今天叫我来 就是完全把我当土地似的啊 没有 没有 好吧 那我走了 好 今天辛苦你了啊 我送你吧 不用了 不用了 我还得回公司去做份报告 明天公司见了 拜拜 拜拜 市长 你在这里啊 来了 大志愿 我听护士说 你几乎天天都来看你姐姐 这些年 辛苦你了 没什么了 谁让我姐姐 是这个样子呢 我先把这些东西 patrim 放到里边去 好 走了车 咋了咋了吧 咋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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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咋了 咋了咋到了咋了咋 �iğ伴点啊 咋了咋了咋敢ę咋了 别跑啊 Norwegian. 咋了咋了咋了 咋了我不咋了 我不咋了我公 smaller twelve 别过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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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打针 我 我不打针 我 我不打针 我要回去 我还不说 我还不说 我还不说完呢 好好好 别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好好好 不打针了 也不吃药 不打针了 也不吃药了 你先把它放了 我要回去 我们立刻放你 回去 你往后退 小雪 我妈怎么样了 正在里面动手术 听说我伤到动脉血管了 动脉血管 别担心 这要的医生技术是最好的 敏捷 对不起 大丁舅舅 你也千万别这么说 我相信我妈不会有事的 你们说是宋美云的家属 我是 我是她儿子 是这样的 现在情况很紧急 医院里的血库 没有匹配的血型 你是她儿子 你跟我过来一下 解研血型输血 你解研叫我的爸 万一准退的话 好 你跟我过来一下吧 喂 子晶 对啊 对 我中午有一件事情要谈 不用等我吃饭了 嗯 拜拜 嗯 拜拜 你好 你好 请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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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哪里 啊 父亲 这个故事 是当时的 增长到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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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嗯 我回去会了解一下的 父亲 每次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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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品牌 当时的东西 是最好的 哦 好的 那您的这些产品 我回去都会试用一下 如果 真的像您说的 那么神奇的话 那我很希望 能够成为 形象代言人 跟您合作 好 请坐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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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师 我妈怎么样了 医生还在手术当中 但请你相信 王医生的技术 放心吧 哎 兄弟 哎 对不起 上班吊的人呢 哦 不好意思 好 离得远一点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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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再准备 那个 一个下午的时间 应该够了吧 差不多可以 好 来 来 现在替身的衣服 你待会儿先给演吧 好 你把这场地衣服 当然可拿了我看 你确定是这件衣服吗 是的 是这件衣服 我 我进去看一看 好好好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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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衣服把我身材都遮住了 我不喜欢啊 我 我看看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这样 怎么可以 我看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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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挺好的啊 很酷啊 OK啊 怎么回事啊 这个衣服呢 我们确实也是 严格按照尺码来制作的 这尺寸根本不合身嘛 穿起来又爱又肥又丑的 我不要啊 好好好 好好好 没关系 你先忙吧 其实 嘉明 我觉得这一套 其实跟过去年你的 比较不一样的是 多一点可爱 没变成 你看 确实不一样 这个话你也说得上口 其实是因为游戏角色的 那个设计 所以没办法改 可能要忍耐一下 其实我个人认为 晓天 你觉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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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兔子不错 对 这个兔子好 你看这个耳朵多传神 来呀 我是刺杀者 等一下 让我发箭出来 别玩了 你看看看看 他们的 别偷看哦 是吗 对 好 好 好 这样才是 在你玩的 这个样子 上去 一个手 有一个步伤动 我发箭了 到你了 你了 笑容 那一集 我知道你在这里 我还要跟你大战 赞败回合 要了 好帅 来 走开 对 师姐 谁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谢谢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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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在想什么呢 没想什么呀 我问你啊 你会不会也觉得 我不应该接这次的广告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想干嘛 其实我一直都在想沈佳美说的话 也许她说得没错 没有英杰哥 就没有我童小夏的今天 也许 我跟大多数的女孩子一样 比明凡凡的过一辈子 你就不要管那个沈佳美说什么了 她是吃不到葡萄 就说葡萄酸 她妒忌你而已啊 不过说真的 你是应该真正地去尝试 接受英杰哥对你的感情了 你该不会还没有忘记何俊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 我觉得我好像已经放下她了 但是又好像没有放下 我跟你说真的啊 不开玩笑 我有的时候跟千牛在一起的时候啊 就 莫名其妙地把她当成是何俊 就好像以前跟何俊在一起的那种 恋爱的感觉又回来了 是说 你把千牛戳当成何俊 怎么可能啊 她们两个长得完全不一样啊 不是 你该不会是跟她工作时间太长了 这久深情了吧 什么日久深情啊 再说我怎么可能喜欢她嘛 她只是我的助理而已啊 只不过这个人还不错喽 人品不错啊 那挺有责任心的 而且挺善良的 我就知道你不会喜欢上千牛的啦 对嘛 不过我警告你啊 你可千万不要在潜意识里面 找一个何俊的替代品哦 这样子 对千牛 对马英杰可都不公平哦 忘了何俊吧 英杰哥那么爱你 作为她的女朋友 为她做一点事情也是应该的哦 她工作那么辛苦 你应该多关心她 体贴她 甚至给她包包汤做做饭 让她感觉到你的温暖呢 你说给她包包汤 是啊 试着为她做一些事 小夏 我们再想想别的办法了 除了楼上的投资基金之外 我实在想不出别的办法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拿出那么多的钱 是啊 现在找银行贷款也来不及了 宋萱 下午替我去医院 再去看一下我妈妈 还有另外两家就好 请 谢谢 这是律师刚刚发出的 左侧集团 入资世代集团的合约署 左叔叔答应过我 在我和左侈卿的订婚婉宴以后 他就会得了盛名签子 现在公司的状况 还有我爸的遗愿 我妈背负的所有的重担和责任 只有我和左侈卿结婚了 这些问题才会解决 可是小夏呢 小夏怎么办 你不是说深深爱着他吗 我只能说 对不起 我相信他会理解我的 马总 我不想看到你这样 我不想看到你不幸福不开心 小轩 这些事情 是我必须去面对的 可是这样对你太残忍了 你知道吗 你太残忍了 你太残忍了 我不能这样对待感情 不能跟雪庆结婚 我一定要靠自己的能力 想办法来保住时代 他一直想 让你做他们家的女婿呢 所以你就让我合作雪庆 妈妈 真的没有其他的办法 你爱我吗 那还用手 结婚吧 你叫他 你醒了 你怎么样 好点了没 医生说了 你个人吃固体的东西 怎么样 饿不饿 我给你泡杯斗奶吧 对不起 妈 应该是对不起的人 是我 妈 公司的事情 你千万不要太操心 我会全力以赴 好好地看着 小学也会帮我忙的 先这天呢 我会去一家海外的风头公司 尤其基金公司 这好像都没什么效果 没关系的儿子 慢慢都会好起来的 对了 你去找的时候 总叔叔也来看您了 你就放心吧 公司的事 就交给我来处理好了 您就不用操心 好好休息吧 妈 妈 妈 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 诺制作人 姑妈 你看看 这些呢全是我从日本 带回来给你的特产 就海带 还有鱼干 你记得要在过期之前 把它吃掉 这么周到的男孩子 真是不多见啊 这么多怎么吃得了 你放心 你那小区也多阿姨啊 分给他们吃啊 那些阿姨真是羡慕我 你怎么有这么好的侄子啊 是我儿子没了 有这么个侄子 孝舍真是我的父亲 姑妈 不要这么说 以后你儿子不在 我呢 就会好好孝顺 你就把我当作是你的儿子 你说我表哥怎么这么有福气 有你这么好的儿子哦 应该的 孝顺姑妈是应该的 我今天啊 炖的是大老母鸡汤 好好吃顿饭 可是姑妈 我赶得要去上班 我可能没办法留下来吃饭 我是特地特产给你的 喝的鸡汤再走 姑妈 姑妈 你不用麻烦了 姑妈 好 还挺香的 小夏来了 小玄姐 你来多久了 来了好半天了 她怕我无聊 一直在这儿陪我 这下好了 有小玄姐来陪您 您就不会孤单了 那我就先去忙 好啊 你忙不用来看我了 医生说过了 过几天我就可以出院了 嗯 不过医生和护士的话 你还是要多听听的呢 那我先走了 那我送你 不用了 你陪董事长吧 再见 行 小玄啊 小玄啊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过去的事情 不管是对还是错 我都已经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了 但是现在 为了时代集团 我硬逼着我儿子放弃自己的幸福 来成为我 个人意志的牺牲品 我到底够不够够做一个母亲 我这样做 是不是太自私了 您别这么想 马总既然已经选择这么做 就一定有她的道理 董事长 别人不懂您 我懂啊 我进时代集团三年多 在您底下工作两年多 我对您的为人非常地清楚 在别人眼中 也许您是一个为了目的 而不择手段的人 而我知道 您做的一切决定 都是为了时代集团 三千多名的员工 为了他们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为了他们能过上安逸的生活 你还好吗 我没事 谢谢你的咖啡 你帮陛下 这是新到的一个奴隶铃铛 哇 这个铃铛 好可爱啊 受你做我的王妃怎么样 啊 不是吧 哑口还不错嘛 就这么定了 来人 把这个铃铛带下去洗干净 盖上本王的印章 是 女王 走 去哪里啊 你们要干什么 小铃铛带 别害怕 只要一下下就好 能成为女王的专属王妃 是你的荣幸 我不要做王妃 不要做王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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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铃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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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铛姐 干嘛呢 没事 小铛姐你找我有事啊 有什么吩咐 一会儿你去次设计公司 有些海报的设计稿出来了 去拿给小夏 去听听看她有什么影响 好 没问题 好 小夏 小夏 我在这儿呢 我看要什么 发发发 发生什么事啊 发发发发 什么事啊 队台 或者这样去拍 ac 我要撑一 aqui 好 怎么样 他 还好吧 我想他暂时 应该不会再飞来飞去吧 他觉得飞太快了 他觉得飞太快了 你 你 你发生什么事 怎么买联系 冯杰姐 是这样的 我本来是想亲手炖汤 给应杰哥还有董事长喝的 原来是 爱心鸡汤 让他炖给未来的老公 未来的婆婆喝的 真是有心啊 那 那 你要不要去整理一下 那 那 那你就交给我 好 你吗 你吗 好 好 既然你厨艺那么好 以后今天给我做饭 要和小夏 轻手为你炖的爱心鸡汤 啊 搞定了 搞定了就走吧 啊 我 我也要去啊 你今天来找我 不就是要求着我 继续要当我的小跟班吗 我忘了跟你讲 我一进来看满地区 我都太紧张了 我是要来送给你看 那个海报的订稿的 确定 对 海报留下 但是你要跟我走一趟 我 我今天没班 我昨天晚上没睡好 所以我想说回去好好休息一下 我去开车 唐良你负责 好 我可以把汤喝掉吗 搞定了 喝了没有 有没有说好喝啊 没有 因为她在开会 我就留张纸条在她桌上 上面写着 亲爱的宝贝 要乖乖喝汤哦 这是为你准备的 幸福牌狼情窃义汤 爱你的夏 让你送汤就送汤 写什么纸条啊 谁允许你自作主张的 还写那么恶心 我已经不是你的人了 你还打我 是呀 我不写张纸条 她什么都要是你做的啊 我这么帮你 你这么喜欢帮我啊 那 再帮我一次 不会吧 大小学 都换个地方了 真的不可以 下车 小千鸟 快点 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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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哪 我来游乐场我就兴奋 快点 快点 快喽 快 快点 跑 脚软 什么 送给你的 送给我 魔力印章 魔力印章 对 这个魔力印章是我发明的 当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补助的时候 魔力印章就可以把我召唤出来 为你分担解忧 排除万难 那就是说你是我的私人物品了 也行啊 你说我们是好朋友嘛 那我就想 我牵牛对朋友就是这一种态度 你知道吗 在古代的时候啊 那个奴隶主呢 都会在自己的奴隶的脸上 躺一个大字 所以将来奴隶不管跑到哪里去 最终都还是会被送回来的 所以 念念念念念念 这个这个魔力印章 盖在手上就可以了 为什么要盖在手上 我觉得盖在脸上比较好啊 这盖在手上我就会召唤 盖在脸上才会把你召唤出来的啊 不要不要不要 不要啊 我开车里埋呀 金钱牛是我的私人物品喽 你要解我忠诚啊 我会的 好像你啊 哈哈哈哈 这个送给你的 我觉得一个兰花放在这里太孤单了 再拿一个过来跟他一块做伴 好 果然感觉不一样了 怎么样 喜欢吗 谢谢 怎么样 新工作还顺利吗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说 我挺好的 上次帮忙我都没有好好谢谢你 什么时候有空一起吃个饭 不用了 你送我花已经够了 送花是送花 吃饭是吃饭 什么时候有空 我可是提前预约了啊 你先去忙吧 我先走了 其他少酵跟水 你在干吗 我在尝你做的鸡汤 你手艺做得还真不错啊 过段时间 我可能会到外面出差 你这两天工作忙吗 那就太好了 我带你出去走一走 那明天 过来接你 好 拜拜 我说 为什么不找个地方踏踏实实地吃午饭呢 你不知道我很爱吃汉堡吗 别看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汉堡 却又有我很多回忆呢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特别爱吃汉堡 可是我妈就是不让我吃 所以我爸 常常偷偷带我溜出去 在外面吃 那个时候 我们就不一起走在大街上 手拿着汉堡 我虽然不是他亲生的 可是他对我的爱 真的比一个爸爸对儿子的爱要多很多 如果有机会的话 我真的很想告诉秦宁 他的亲生父亲 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真的是一个好爸爸 可是马总 你有没有想过 在他心中 台湾的金爸爸 金妈妈 就是他的亲生父母 他的家庭圆满 幸福 所以我觉得 我们再等等吧 等到合适的机会再说 你觉得呢